再次提 我们一定要晓得 这个世界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不能不知道 佛在《金刚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相知什么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相无量无边 不除这三大类 佛说 这三大类的现象都是希望的 不是真实的 在《金刚》里面 法相中的 佛法民们 把一切法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有为法 一类是无为法 有为法是有生有灭 假的 不是真的 无为法是真的 他不生不灭 什么是真正 不生不灭 真如 无为 真如就是此地讲的 一念 一心 这是真如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二念 二生就有生灭 前年灭了 后年生了 他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 是假的 所以有为法里头 你看 头又跟你讲心法 八十 言而彼舌身 一 莫纳阿雷 有为法了 有生有灭 不是真的 与心法相应的 心所法 五十一种 还有二十四个 不相应 物质现象里头 有十一个色法 全是一位法 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假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 不要再知住 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为什么 这个东西 长到 有这些东西 你就要反复 你就早夜 受报 搞轮回之苦 你干这个事情了 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 真心就先前了 真心 只要一先前 你就是法神菩萨 你就真的成佛了 你就是法神菩萨 你就是法神菩萨 你就是法神菩萨